可惡 拖得越久 这些就越危险 啊 不能再好好下去了 得想办法才行 张力作为三季魔兽中最难产的存在 他的防御力 其实很低 因为他真正强大的能力 是幻术 除了能让人在不知不觉间中招 还能强行控制他人的心智 统界之中很难有人抵挡 想要摆脱他的幻术 必须拥有强大的心智和性命 否则 那时的张心丸还真是好用 抓到你了 Leg 拿 啊 啊 啊 干死 是幻术 快去抓住啊 我先生可以专心对付你了 存在之刃 姐姐 怎么样了 神奇迹 姐姐 你没事吧 好吃 对不起 都怪我 没关系 姐姐 你仗气息入的太多 休息一下就好 张力已经受伤了 我能解决她 好机会 放尘 看你的了 食不战 放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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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自己的命都不要 拿什么保护你妈妈 我不要你家 就算是死 我也一定要保护我妈妈 不合 郭武之子的封印 居然被冲破了 郭武之力一旦暴走 后尘将永远失去意识 什么 罗号尘 拜其中精神 掌控灵力 罗号尘 拜托 光明之子的力量 已经完全暴走了 爹 自得 地利人 靠 恼 别想办法唤醒她 相信你妈妈 你不是要保护她吗 这就是黄鸣之子的力量 这就是黄鸣之子的力量 竟然瞬间雪佛灵一几 要日战 阿宝 还给我 再不然耗尘清醒 她就会暴体而亡 这个和之前的好像不一样 这叫平安省能保佑你健健康康的长大 谢谢妈妈 妈妈 难道你的拳头能比我的力道更坚硬吗 我说服你根本不需要用剑 一拳 这是什么力量 清晨 刚才你做了不可饶恕的事 所以现在 我要狠狠地揍你一顿 这个人类的力量竟然在我之上 可可没关系 我的优势是速度和力爪 魔玉爪子 我的魔玉爪子不仅锋利 还有令人麻痹的剧毒 这样封锁住她的行动 再利用我的速度 很失望吗 抓到一下 我就会把你随时挽断 圣之残局 什么 什么 人呢 你的速度怎么会在我之上 你是我见过的魔神里话最多 你是最弱的 竟敢说我是最弱的 气死我了 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 来吧 我的独人 这下一定要撵碎你 敌与浪亚伦 给我去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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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杖的人类 看到了吗 这才是魔神的力量 给我颤护吧 魔神的力量 可不是你一个蚂蚁的抗争的 我要将你和家里的村子 一切毁掉 什么魔神 不过是一群冷血的蟹兽 终有一天 我会让你们 后悔探紧这片土地 什么 让你们知道 即便是蚂蚁 也比你们 更拥有生存的意义 更拥有生存的意义 可惨 我会让你 不过是一群 你会让你 不过是一群 不过是一群 我会让你 啊 看到了吧 这就是你羞辱魔神的代价 想逃 没那么容易 我以杀戮之名 凝望末日深渊 一切罪人终将判罚 神医王座 优优独播剧场 什么 这不可能 审判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我是你杀戮之神医王座 你是龙兴雨 你们入侵奥丁镇的目的是什么 难怪我离不过你 对不起阿加雷斯大人 我辜负了您的期望 我辜负了您的期望 龙兴雨 你应该知道 你的神医王座一旦现身 你清楚战狂魔神阿弹 马上马上就能找到你 你也就离死期不远了 你也就离死期不远了 leads to the sic 龙兴雨 灵鹿融合 顺外以鲜血为银 灵力为为 皇臣 准备好 这是你身体里 储存灵力的地方 名为灵力空间 接下来 你将在这里融合灵路 圣隐灵路 虽然在已知的 七十四种灵路中 仅排名第六十八位 但它的稀有度 足以和排名前十的 灵路相比 为什么 因为它独有的特性 牵引 一旦打击它 敌人就只会攻击你 而不会攻击你 而且 它至少有三次进化的机会 融龙还可以进化 对 每次进化 它都会变得更强 这就是爸爸为你选的第一个礼物 希望你能喜欢 我很喜欢 谢谢爸爸 我一定会好好修炼它 是吗 好了 灵卢准备与你融合了 宁神秘息 慢慢接纳它 我站在这里就可以了吗 昊臣 你知道吗 初英不离开父母的羽翼 永远也不能成为 翱翔九天的空中之王 唯有凭自己的努力来获得一切 你才能真正拥有骑士的荣耀 我和你妈妈 要去履行一个很重要的约定 以后 你一个人也要好好修炼 我一个人 宝宝 什么意思啊 你 好 太重感情 既是你的优点 也是你的缺点 以后爸爸妈妈都在身边了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你妈妈都要走 那为什么不能带上我 不要哭 这只是暂时的离别 不 我不让你们走 爸爸 爸爸 我不让和你们分开 我不让和你们分开 从小到大 妈妈 晨晨从未离开过我 星云 我想留在这里 你让我先来 聊天 我便我 都在你身边 我便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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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我便宜你 我便宜你 珍珍 就他也配跟我们练习 人家可是第一名呢 破水湖 静岗路 天赋 只会引来更多的牌弦 叶华教官 这应该是您的笔迹吧 那天我在这里读书 从上面飘下来的 错了 错了 全都错了 这上面 是您写的自创技能吗 我卑职而已 天赋 只会让你成为孤独的废物 我的好叶华 就让我求您了 就这一次好吧 叶华 好 就这一次 以后 再也不要来打扰我看书 浩辰 叶华教官终于答应我 要和你切磋一下 好好表现 也许他就动心教你了 别浪费时间 快点 好好表现 请教官指教 好标准的中方 纯白智人是幌子 我后悔 两边都是真正的攻击 废物 浪费时间 是 小官 请再指教 摔成这样了还要再挑战 刚才那下 我可没留守 啊 他竟然敢将全身所有灵力 都用在这一招上 没想到小小年纪 就没有被水一战的勇气 王阵剑 你 杀手 神明何大 上小就会神域祭 可惜 灵力太弱 鲁巫芒 如果今天我是敌人 你早就死了 强敌面前 最重要的是冷静 尽一切可能用自身优势扭转战局 而不是像你刚才那样 不顾一切的硬碰硬 我明白了 谢谢教官指点 有啊 这孩子的天赋值得你一交啊 再值得 也与我无关 你不能因为当年的事 就否定一切有天赋的人啊 不要跟我提当你 这家伙怎么油盐不尽啊 这是 星药独角兽之王 他竟然得到了星药独角兽之王的亲戚 那可是八级巅峰的魔兽啊 如果他真能被看上 未来 必将成为圣殿联盟的中流砥柱 您好 我是来自浩月分店的骑士龙浩尘 来这里寻找我的伙伴 不知 能否与您交流 原来 之前引起光元素波动的就是您 我们当然可以交流 您身上的光明气息在我之上 让我感到很舒服 那 那我可以成为您的伙伴吗 我真的很想答应你 可是 我不能欺骗你 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很想成为您的座企 您的伙伴 如果那样的话 或许我有进化成九级魔兽的可能 但是我不能 就你 也想得到星药独角兽 因为以我的天赋 并没有资格侍奉尊敬的光明之词 我不太明白 只有和您天赋相当的魔兽 才能成为您的伙伴 只是 那样强大的存在 又怎会被限制在这骑士圣山里呢 您这次 恐怕要白跑一趟 那您知道 去哪里才能获得我的魔兽伙伴吗 这个 我也不知道 要是他能获得魔兽 你就收他为徒 谢谢您 不愧是夜华这个废物交出来的 和他一样垃圾 不许侮辱教官 我偏要 我不想骂夜华 不要替你的废物爸妈教死您了 啊 啊 这只剑夜龙 让我怎么教训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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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loon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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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看你还饿死 有别人了 难道他真的得到了心咬兔角兽的认可 今天算你小子凤凤 谢谢您救我 您是尊敬的光明之子 岂是跳梁小丑可以冒犯的 不过您是时候离开了 半剑半剑 很久以前有一个古老的禁术 名为换血 换血就是用你血液中的光明之力 将它体内的黑暗物质清除 要想带走它 这是唯一的方法 但是 这也有一定的风险 同时 你也会原起大伤 不 这只地狗吸了黑暗物质 正在反射报尘 可恶 刚才还是应该阻止它 换血一旦开始就不能终止 你这样暴然冲上去 只会适得其反 我们为它护体 其余的就相信你的弟子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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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呀 妹 我是 我觉得 我 你 我 我 我 咱 你 成功了 太好了 糟了 浩尘失血过度 灵力阔解了 这是 计划 可计划 不是五级魔兽才有的属性吗 它明明才二级 现在竟然计划到四级 而且 它现在居然在与龙浩尘签计 血迹 难怪刚才它会阻止你 就是那个主人死去 魔兽也会失去生命 但魔兽死去 主人却不受任何影响的血迹 嗯 它这是在报恩哪 一定是龙浩尘用性命相搏打动了它 嗯 放心吧 它们现在都平安了 从一开始 就相互为彼此付出 哼哼 哼哼 这真是我见过 最不可思议的一对组合 你竟然还会变形 我这是有了一位怎样的伙伴呀 啊 啊 啊 我成功了 我真的成功了 我找到我的魔兽火花了 雷尸今份就給你賞第一課 王浩辰 我知道你擁有很高的天賦 我也知道 你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但你要知道 要想成為我的弟子 首先 就要有戰勝死亡的勇氣 哪怕粉身碎也要高舉長劍 哪怕直面魔神也要誓死衝鋒 直面魔神 就意味著直面死亡 直面每個人都深入骨髓的恐懼 你 做好了面對死亡的準備嗎 有勇氣 揮出你的劍吧 光斬劍 你們這幾個臭小子 葉華 怎麼樣 浩辰這孩子還不錯嗎 我的親傳弟子 當然不錯 而且這孩子 還有另一個神秘又強大的傳承 那你接下來的計劃 不是什麼 沒有計劃 只有目標 那就是獵魔團的選拔賽 五年一屆的獵魔團選拔 是全聯盟最重要的比賽 六大聖殿的少年天才們 將齊聚一趟 只為組成最優秀的獵魔團 而獵魔團 是為了戀傷魔神而勝 小鳳 再快一點 每一隻獵魔團小隊 都可抵抹從千軍萬馬 在黑暗裡 為人類選拔那一線反敗為勝的守護 所以 你要封鎖消息 卻不能走漏半點樓耗塵的情報 下一屆獵魔團選馬賽 我要讓這孩子 一命精神 全聯絕對防禦最好的方式 在天女散花瓣的攻擊中 捕捉到唯一的時機 長戒騎士武器最強攻擊機的 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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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馬過來 Precis 鼓 放馬 反応 反応 他 封鎖 不 昊玥 光斩剑 我的盾 不对 不到一千灵力 怎么可能剔开我的盾 一千灵力 难道我到四阶终极了 去测测灵力就知道了 走吧 年轻人 别打了 直接认输吧 不知道昊晨现在的实力 究竟怎么样 弹东相智 万物光云 冰球术 年 十致 这就是魔法师吗 要是操控能力如此之强 不自量力 这才是第一招呢 寒冰几手 不然 熊心 被招他 宝宝 被招他 闪 几只躲力不是办法 几只 铁端闪剑 还算有点惊讶 小平孩 让你再开开眼 冰雪 与魔法师战斗果然不一样 连几身都很难 看好了 下一招就把你打败了 冰雪囚 韩兽冰雪困了 最后 魔法师的战斗流程 光教的机缘成效 在手臂杀攻击 从土壁寒冰不守到现在 昊晨一直在被零杀攻击 赶紧结束战斗 这些冰雪的出现 看似无序 但只要我利用好 冰雪之间的高度差 就可以突出重围 再试一次全力一击 破掉它的防御 光斩剑 糟糕 后尘太惊奇了 笨蛋 中劲了 必须是弄 抗战病 中劲了吧 笨蛋 跳在空中面对魔法师 这可是大忌 让我看看你的狼狈样子 哼 林姐姐 等让你 战斗没结束就放松警惕 也是打击 不可能 他怎么破我这招 就算是李仙 也不可能躲过我抗拒冰环的攻击 什么叫不可能啊 这只能说明你无知啊 在刚才的一瞬间 弟弟用绝对防御 闪开了你的抗拒冰环 这种高级技能 岂能让你知道 林小姐 那咱这镇殿之宝 可就给这位小兄弟了